上当百年 七世大观 最近因为我们想接接地气 说点和共党黑料有亲密关系的新闻大料 没想到呢 动不动就被黄标 改都改不过来 有些邪恶组织和坏人提都不能提 画面呢 就更别说了 包个头巾都是G点 有些话题和内容是我们节目的独到之初啊 我们还真不想为几个美刀改变挖坟除共的初衷 郁闷之余 也就憋出个主意 这样啊 以后油管判定的敏感话题发黄牌的节目 我们就不在这儿说全片了啊 不剪一刀的完成版 拿到不审查的干净世界放 这里呢 咱只放个片段加链接 您点击一下就过去了 很简单 好吧 谢谢您体谅我们的万般无奈 好 书归正本 2013年干了不少黑心事的匪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拿下了 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 郑国籍被关间也是破了匪团的规矩了 所以当时轰动朝野 可是 其实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有一个匪共早期的政治局常委 关在秦城 而且关了15年之后 他竟然被秘密打黑枪给毙了 卫毛啊 只因为他透露了一个大秘密 就是另一个匪共常委 康生叛党 这个人名叫卢浮坦 老卢是第一个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匪共处决的常委 那么 卢浮坦是怎么被他党妈关间的呢 主要因为匪共认为他是叛徒 在共党史上 地位比较高 而且很多人都知晓的叛徒友 曾任匪共总书记的向中发 政治局委员顾顺章 而这个卢浮坦了解的人并不多 大概和匪共不愿意高调宣传丑事有关系吧 毕竟他背叛了党妈 让匪共很打脸 官方资料显示 卢浮坦1890年出生在山东泰安 比老毛他还大三岁 早年是山东资川县一个公司的工人 他喜欢读书 可读着读着就读到了匪共宣传的马主义 他就中古了 误以为共党能给自己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所以1926年他就加入了匪共 介绍人是谁呀 当时共党山东头目叫王进美 这货呢也是中共创始人之一 是小有名气呀 不过天不留人 小王他得了废牢27岁就挂了 那个时候匪共刚成立没几年 加入的人不多呀 驴以少为贵 就挫子里拔将军了 卢浮坦入党之后 很快被封了个只有匪内承认的虚位 没有实质管辖区域的山寨官衔 他也不敢公开拍熊扑说 老子是某某 毕竟那时候大小官吏都由正统中华民国政府任命 因此党史中说 卢浮坦先后担任青岛市委书记 山东省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正不急 不过就是下水道里自嗨 还不如现在的村书记牛呢 所以大家听听就好了 不必当真 另外 卢浮坦一众党徒当时干的事 按匪共现在的标准 应该冠以反党反政府典型 不仅应该被关进监狱 甚至还可以一律处斩呢 至于当时卢浮坦等人 为什么可以自由阻挡 而没有被抓捕 那是因为民国当时是允许民众阻挡的 民国对比匪共的统治 谁更自由 咱就不用说了 可是他不作不死 是匪他就改不了作乱 1927年4月 蒋总宣布 祸国殃民的共党为非法组织 开始清党剿共 大批匪共党员被捕了 在青岛大咧咧宣传马主义的卢浮坦 他只好转入地下 当时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下 匪共大量任用和提拔工人出身的干部 1928年 中共他在苏联召开六大 武汉码头工人出身的向中发 被推举为匪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 成为党的一把手 而同样是工人出身 但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卢浮坦 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从此 卢浮坦便步入了匪共的高层 同年 卢浮坦被任命为山东地下省委书记 他领导了鲁西北地区的杨古坡里暴动 提升了自己在匪共之内的声望 从年底到1929年初 山东省委领导的成员王复元和他的哥哥叫王复章 相继背叛了中共 山东地下党遭到了重创 匪共高层就下令和王复元兄弟有联系的地下党员离开山东 卢浮坦被调去当河北省委书记 不过 小卢刚上火车就被政府逮捕了 但是又因为没整清楚他的真实身份 很快又把他放了 河北是不能呆了 出狱之后 匪共中央就调他去河南当地下省委书记 1931年的1月 匪共六届四中全会上 卢浮坦成为政治局委员 不久时任匪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找卢谈话 宣布他进书记处工作 还让他接替罗张龙担任全国总工会负责人 这至少说明卢还是比较能干的 那个时候当个匪共政治局委员 甚至常委都不是很难 因为拉末的旅少嘛 同年4月下旬出大事了 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判变 6月 匪共总书记向中发在上海被捕判变 匪共就再次遭受了重创 不得已决定转移 只是在上海酝酿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 小卢一看是群魔无首啊 机会来了 乱世出英雄嘛 他觉得自己有两把刷子就毛遂自荐 请求出任政治局总负责人 就是想做匪共中央一把交椅吧 因为当时王明周恩来是匪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 卢富坦就去找王周二人 老周告诉他 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 临时政治局不设总书记一职 只设临时总负责人 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 王明周恩来 拟定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 有秦邦县是总负责人 张文天 卢富坦 这三个人被指定为常委 其他委员有李竹生 康生 陈云等等 卢富坦虽然没当上总书记 但他还是成为匪共掌握最高权力的人之一 库利 康生还在他之下 当然 这也就给后来埋下了杀头的种子 临时中央成立之后 匪共按照共产国际和王明的指令 继续在城市里作乱 遭到国府镇压 卢富坦领导的工会更是遭到重创 到了1932年1月 全国红色工会的会员只剩下了3000人 您听着好像也不少3000啊 可是和1927年280万被洗脑的工人比 您还觉得他多吗 匪共他气急败坏 于是就把屎盆子扣到了卢富坦头上 9月禁止他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 并且责令他做出检查 1932年12月 卢富坦他开始走背字 在上海租界 他被英国巡捕抓捕了 这回可查出了他是匪共要员 当晚就直接被引渡给了国民政府上海市警局 随即押上驶往南京的特别快车 卢富坦被押送到南京中统局之后 啥共产党员气劫呀 只几毛钱一斤呀 统统没了 还是保小命要紧 那会儿蒋总很干脆 抓住共党就俩选择 退出共党投诚 不然就推出斩首 少废话 小卢他就毅然选择了前者 向政府投了城 据2008年第十七党史纵横透露 有资料显示 卢富坦叛变速度比他的上级 前总书记向中发还快 据说在斯大林看来 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员 具有铁一般的意志 是不会背叛党帝 但工人向中发和卢富坦的表现 无疑给了他们俄爹斯大林两剂脆脆的大耳瓜子 既然投诚了嘛 卢富坦就把匪共中央书记处 全国总工会 铁路总工会和海员总工会等组织人员 和盘托出 中统局连夜派出大批干员 一锅端了几十名重要共干 再次重创了共匪 因为给政府立了功了嘛 卢富坦先后担任过 中统局徐州特区行动股长 邦部分区区长 上海区情报股长 南京区行动股长 经干铁路调同使景德镇站站长 干州调同使指导员等等职务 也正是在这个期间 他知道了匪共的一批秘密 包括康生1930年 在上海背叛中共的秘密 各位看官 下面要放密料了啊 关于库立康生这段叛变经历 匪共在党史上说是未解之谜 说当年康生的确被政府逮捕过 因为和他一起被抓的一个人 是国民党要员和蒋介石交好的 丁维坟的亲戚 在丁维坟的疏通下 他的亲戚和康生后来都被释放了 康生被捕又出狱的这段事 很少有人知道 特别是康生是不是叛变 也没人说得清 这是因为所谓部分资料遗失了 但其实除了卢浮坦知道 还有匪共开国大将陈庚也知道 但是陈早年从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 直到匪共篡政初期 因为高扰反党集团一事 陈才顺便提起过一句半句 1949年国民政府撤往台湾的时候 卢浮坦被留在了大陆 一种说法是 卢浮坦投诚之后 任职中统的官有点小 也没再立什么功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 所以他留在西南地区躲避 没能前往台湾 匪共篡政后 卢浮坦1950年5月在昆明被抓 又关进了上海某监狱 一直到1969年11月被处决 这就要揭开 为什么关了他十几年后 还要杀他的谜底了 原来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 卢浮坦交代了化名赵荣的康生 1930年被捕叛变的经过 刚才说了 蒋总只给被捕共党两个选择 想活就宣布退党反共 不想活就赏一颗花生米 基本不存在 匪儿你不叛变还活着出狱的可能 当时康生已经攀升到了 匪共政治局常委 要被曝出是叛徒 不要了这丝的盒钱了吗 于是杀人灭口行动开始了 1969年11月 匪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 神色匆匆的出现在了上海市公安局 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 一封有时任领导人康生亲笔签字 和公安部长谢富智批准的处决命令 命令他们处决业已79岁的卢浮坦 公安部的大条子 还对上海公安局的小条子特别交代 处死犯人之前 要防止他信口胡言 能不能封嘴啊 不让他说话 接到命令的上海条子 对此是疑惑不解啊 因为卢浮坦年近八十 这么老身体也很虚弱 能惹出什么麻烦呢 但是虽然心里有疑问 也不敢不执行啊 只能马上着手安排 最后上海方面选了一个折中的法子 灌醉卢浮坦再把他枪毙 接下来警方找了个由头 请卢浮坦吃饭 并且让这个嗜酒如命的老家伙 喝足了酒 然后就在他回监视的路上 北京来的条子 从他的身后开了两枪 老卢他就这样糊里糊涂的上路了 咱们从康生不让卢浮坦 死前说话的命令来分析 这丝很心虚 生怕老卢死前土真言 给上海的条子 自己不就跟着玩完了吗 依此看 康生背叛匪共的历史污点 大概率是真的 那么又一个问题来了啊 为什么康生隔了这么长时间 才想起处死卢浮坦呢 原来早前这司 不知道老卢举报过他 匪共窜政之后 饶术时曾经派人到上海 专门调查康生叛变这件事 他看到了卢浮坦的交代 包括透露康生背叛匪共的笔录 然后呢 他向老毛汇报此事 但是老毛并没有处理 估计呢 也是觉得康生是个好使的酷吏 攥着他小辫子就更好使吧 后来呢 也就没有后来了 不了了之 到1960年代 饶术时被打成了高饶反党集团 他成了反革命了 时任公安部长谢富志 到上海调查这份档案 顺便了解到了卢浮坦 交代的一些材料 当时康生他并不知道这个检举 他以为只是饶要搞他 不知道 知根知底的卢浮坦 关押在上海 1968年 台湾蒋总为了借文革内乱搞垮匪共 抛出了一份 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 这大概就是党史刊物号称 档案又遗失的那份材料 这份资料通过香港进入北京 被红卫兵头头 快大富等人拿获了 就报告给了领导文革的江青和康生 本主 康生知晓了此事在香港曝光 吓得要尿 又气得脑瓜要爆 他这才知道关键证人卢浮坦还活着 并且就关押在上海 尤其是老卢在提审时 说了很多三十年代不为人知的事 而上海方面也不保密 居然写在了共党简报上 康生这个雅兹必报的狠惑 自然不能让知晓自己秘密的老卢活命 你死了就查无对证了 据说 康生当时气急败坏地向江青保证 我绝对没有被逮捕过 如果我被捕了 也就成为烈士了 也活不到今天 他只得也向谢富志来说明原因 并且询问 卢浮坦为什么还能活着 谢富志当然知道康生要杀证人 他也不能自己背锅 就让康生签字 这样就可以处决老卢了 为防意外 也就是别人知道他叛变这回事 狠康 他还口头要求 处死前要防止卢浮坦信口胡言 1969年11月 康生亲笔签名 谢富志批准的处决命令 从北京转到上海 谢富志当然深知此事 干系重大 因此在处决卢浮坦的时候 他下令把康生的命令 拍照留作证据 文革之后 这份影印件 落到了中央审查干部的负责人手里 有人据此定论 康生是叛徒 据分析 康生之所以让谢富志和自己 共同签署处决命令 是因为谢一开始 没处理好这件事 也就是没擦干净屁股 因此他被康生指责 只能共同担责 更有意思的是 1977年7月 匪共通过的 《关于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 姚文元 反党集团的决议中 居然点出 江青也是叛徒 而对此 康生也是知情人之一 1975年年底 康生快死了 他就把唐温生和王海荣 这两个老毛的联络员找去了 让他们转告毛 说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 康生之所以如此 不是他死前还要理工 大概是因为 这货感知到了风向要变 为毛一哥处理毛泰提供一个契机 这说明 康生至少是了解江青叛变内幕的 匪共政治局常委卢福坦 康生是匪共的叛徒 当了几十年第一夫人的江青 也是叛徒 这是不是让匪共很难堪尼 进一步说 他们是不是当下遭到习清洗 被认为不忠诚的匪共高官的先驱尼 不过也是啊 这样一个残酷冷血试杀的组织 又如何能让人发自心底的效忠呢 不过都是些趋利之徒吧 那么匪共高官舍不得离开组织 但是如果危及生命 又有多少人愿意为组织寻葬呢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观 也谢谢您不忘订阅点赞啊 各位看官咱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